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晏荣老师 那么在昨天 也就是礼拜二的早上 八点半的节目当中 晏荣老师特别谈到 我说那么日线主力成本线 已经杀到前面低点区的 相同位阶 过去的经验 他都有一个在隔天 是收红拉高的这个机会 结果呢 结果今天 在这个礼拜二盘中收盘 真的上涨了 那到底这个盘是后续上 操作上该注意些什么呢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我想在今天 果然是一个开平走高 那么在礼拜二 是一个开平走高 收高的格局 中场是上涨了62点 那当然我在礼拜二早上 就提醒提醒有买点了 那甚至我在礼拜一 怎么告诉会员的 好我在礼拜一 我们告诉会员 那么在这个地方 主理是非常好的机会 那么建议我们的这个会员 可以在这个区间 分批的布局多单 那甚至我在礼拜二的盘中 怎么说的呢 好礼拜二盘中 我说这个地方 一开盘这个气势很强 那这个位纪的话 已经点到了 那显示是个强势 那估计在礼拜二的盘市 指数虽然会震荡 那但是两天左右 将进入多方攻击的 这个机会 有这样一个机会点吗 两天或者四天或者五天 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 那到底是几天 我想盘中震荡的时候 我还是在昨天 那么积极的带领会员 那么补进了一些 强势的一个股票 但是你呢 空单会不会在这一波太少了 那结果呢 到最后涨上去的时候 对心肝 那么在这个地方你多单 如果说你买了太少 会不会涨上去 垂心肝 那你放空的 会不会一去不回头 这个是你在 这个礼拜三早上 你看到我的节目 你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惜很多人 在最近接触到一些 负面的这个言论 那所以呢 你可能在这段期间 就算大盘有很多的股票 在那边 哇 买很高的 但是你错失了 包括在这三段的这个机会点 包括在这段上涨514点 包括这一段 这段的行情当中 基础起来没多 但是你看到没有 上涨514点的时候 有微涨1.5倍 上涨551点的时候 郁金光涨1.3倍 拜日还在起来 礼拜二还在涨 那融成的话 你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个地方 也上涨了5成以上 礼拜二盘中到收盘 还是怎么样 非常的亮丽 所以倘若你希望在股市当中 来实现你的梦想 实现你的计划 你怎么可以缺席呢 可惜啊 你接触到太多太多 负面的言论 如果你可以接触到 我们的一个看法 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相信结局不一样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看法跟别人不同 为什么我在这一次 再度的看对了 好 告诉你我的秘密武器 叫做A指标 当A指标出现 对称支撑的时候呢 那代表这个地方是低点 那当然它就会 往上急拉一大段 包括在最近这一次 波段起点在12月23号呢 我提醒做买金的原因一样啊 对称支撑啊 叫做低估啊 当然就上涨这一段 那诚如在这个下跌的过程当中 为什么要避开呢 因为这个叫做对称压力 这个位阶叫做对称压力 这里的位阶也是一样 所以自然就会避开 所以股市当中要掏金啊 说真的不容易啊 但是如果你跟对人 如果你手上的扣讯是对的 我相信啊 这个结局是 真的是跟你现在 有相当相当大的反差哦 所以股市当中掏金 位阶很重要 重点是跟着我 我的位阶是 波段低点做买进 买进去之后最快的时间 少折五成多折 一倍到两倍以上 这个叫对称支撑 所以呢买在最低点附近 成功率会比 买在高点附近多很多哦 可惜很多人都是买在高点 真的很可惜啊 所以倘若你目前 手上的扣讯是错的 说真的啦 当换就要换啦 那如果你自己在做的 真的不能够够做啊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该花就要花 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要省这个小钱 来输大钱哦 这样就真的很严慌 晏隆老师要提醒大家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如果有成功的 逻辑观念的话呢 说真的啊 我在礼拜一早上呢 就跟你预告了一档股票 几天而已啊 拜一早上八点盘跟你说的 今天拜三 拜三早上八点盘 你现在看到这个节目 晏隆老师 在当时说了什么 我说的义丰这档股票 特别跟你提醒的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去看我们这个 运通财经台的这个网站上面 礼拜一的这个节目 第7分40秒的这个位置 我当时谈的这档股票 叫做义丰 好那么很多人都说没有行情 但是呢最低到最高 那么低档买进去 一天就拉了多少 拉了12块 谁说没有行情呢 那么礼拜一早上讲的 礼拜一早上讲的 那么礼拜一低档买进去 礼拜一就拉上去了 所以你在看节目的时候 如果赶快把手续办好 说不定收盘就有意外的惊喜 也不一定 是不是 那结果呢 礼拜一买进去之后呢 急拉12块上来 那礼拜二 结果怎么走的呢 好礼拜二的话呢 再度拉了7块钱 所以跟对了就有行情 你就得到什么 就得到了这个恭贺的抠讯 当然在这个地方是可喜可贺 不是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棒呢 那其实燕榮老师在股市 包括我所带领的团队 在市场上超过15年以上的经验 我们那模式怎么做的 好 第一个帮你基本面的把关 甚至呢 从技术面 这个很重要耶 基本面好的股票很多啊 但是为了已经欢迎过了 鼓励已经起过了 都没效 那所以必须怎么样 找到一个技术的高手 A指标除了基本面的修为 技术现行 说真的 技术面的一个认知 我相信啊 你非常的清楚 我们知道 什么叫最低点的现象 这个都有一个 SOP的流程 那当然最高点 你绝对不会去做一个 一个最高的动作 那所以呢 就决策出手 那决策出手之后呢 低估的时候买进去 在这个位阶 最快的时间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所以呢 当然股市翻身 你务必跟着一个成功的模式 我相信你的机会 你的机会点 应该比百人多很多 所以呢 你会发现其实啊 A指标是一个 全方位的一个操作 当然我不会所定的 特定的几档股票 黑板上只要有哪些族群 它要上涨 我会跳出它最强的股票 不会放过它 包括这个族群 好 包括2017年工业电脑 今天已经拜三早 你去看这个节目 礼拜一礼拜二 我一直跟你谈到 是工业电脑这个族群 那我当中也跟你谈到了 这个炎华 那是不是 那今天工业电脑 是不是一道一道的菜 把它端出来给你吃了 有没有 今天最强的 是不是工业电脑的族群 没有错嘛 礼拜二最强的 是不是工业电脑的族群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好 包括你看到了华瀚 哇 天啊 开屏高之后 一路的屏步青云 是不是 差一点点涨停板 连续两天的提醒工业电脑 那结果呢 礼拜一提醒 礼拜二提醒 今天礼拜三早上八点半 你看到这个节目 果然一路上涨 不是只有一档 而是整根的 够似的啦 真的是 整个族群都在动 是不是 所以你怎么能够措施 这样的机会点啦 所以当然也许你说老师 前两天你就说过了 你说这个工业电脑 它在第一季是旺季 那这个地方会有不错的 这个机会点 那到底怎么样的一个现象 才能够领先在今天上涨之前的 一两个月就知道买点啦 好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专长 这是别人所没有的 我们的秘密武器来跟你分享 包括2395的炎华 为什么会涨这一段 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两天才知道 他有买点 我们早就在11月初 就知道有买点 为什么 因为当这个现象出现 叫对称支撑 叫做低估 买进去之后最快的时间 少则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晏隆老师跟你分享什么 重点是专心 一心一意 专心做一件事情 你就会成功 所以呢晏隆老师 专心的做这件事情 就是带领会员 在对称支撑做买进 所以你会发现 郭董 郭台铭 郭先生 他到处在做并购 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从头去做研发 然后找到成功模式呢 为什么 因为这样太浪费时间 太浪费金钱了 必须怎么样 到处去并购 并购起来 提出所钱 买他的专利 提出所钱买起来 整间工程买起来 这叫做复制成功模式 所以呢 倘若你可以跟到 像这样成功的模式 我想你就应该专注在你的本业上 把投资交给专业 知道这个是最低 是低估现象的一个专业 我相信啊 在这个地方 你的机会比别人多很多 所以还是那句话啦 当换就要换 如果你目前的扣讯 老是追高杀低 买股票买到高点 空股票卖股票也卖到低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真应该要换了 所以这是我要提醒你的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为何艳朗老师 礼拜一早上就去做预告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在这里 那当然包括预告的就是这一档 好 8464的易峰 那么礼拜一早上的节目带 你还看得到的 在7分40秒的位置 为什么预告 一样的道理 都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当我们知道 这个现象出现 当我们知道它的基板面 产业面 产业面是这么棒 那我们当然怎么样 要决策啊 那决策之后要怎么样 好五天的时间 哇天哪 10天就27万 谁说没有行情 行情敢不是在这里 所以当然说到做到 你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的 普天同贺的一个抗讯 是不是 那就像我们所 在这个地方 一路上在做追踪的一个族群 叫做饥渴的股票 叫做凭概股的这个族群 什么股票呢 好 可曾 两天前你来找我的 我相信在礼拜二 你的心情写照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好一样啊 也是这样拉上去啊 为什么 一样对称支撑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跟着成功的模式 永远永远都不闲持啊 你随时随地来 我都能够端出 像这样的大餐 那你都可以感受到 这样子的一个喜悦 所以投顾会期的意义在哪里呢 就是买在最低点附近 就是怎么样 比的是速度 你经常三天五天 就感觉这个速度 这个压借 你的存折数字 跨了一大步 这就是重点 所以其实好的股票很多啦 真的很多啦 只是你没有方法可以选出来 只是你目前手上的抗讯 没有办法选出来 那尤其包括像很多很多的 类股的一个族群 那么包括你看到了 整个渗透率在提高的 包括无线充电 跟Type C的这个概念的族群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 当红的榨纸机当然在这里 那这当中当然也有一些漏网之余 那这些我们会把它选出来 那重点的部分是什么 重点的部分是当股价低估的时候 第一时间你能否去怎么样 第一时间带领会员卡位 那我能够 我就是这么办到的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 那么包括会员可以帮我们做见证 那所以包括在当时的一个低点 好5269的翔硕 当时低点的一个低估现象 包括中段整理的低估现象 都能够一一的罗列 一一的把它选出来 是不是 所以重点是如何能够掌握到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点 就是我们必须 不用一个企业 一种格局 叫做投资家的格局 而这样的格局当中 必须在大盘下跌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能够见真章 那叶龙老师一直以来 都是这样训练我们团队的 叶龙老师一直以来 都是以投资家 这样的一个位置来自居 来自我期许 那很开心我办到了 我经常每次在最低点我就发现 我就能够知道低估 带领我的会员 来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切入 很多股票都是在这个类似的位阶 所以在这里 如果你能够跟对人 能够复制成功的经验 不分年龄 不分性别 不分学历 说真的你都有机会可以翻身 那所以倘若一年 你可以给你五档到六档 这种股票 我相信你过去 也许闯了一些祸 那这些祸 我相信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助 应该很快可以慢慢的 来弥平这样子的一个漏洞 那当然重点是 必须要跟到一个成功的模式 这个成功的模式就是 买进去之后 以最快的速度 少则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这个就是重点 所以当然如果你希望 绩效有点感觉 有点速度的感觉 能够快一点 过去的这个 这个成科包袱太重的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模式 最适合你 那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要提醒的是 你必须要把你的手伸出来 跨出去 现在是一月份 一月份所有的计划 一元附始万象更新 叶蓉老师呢帮你重新 在这个地方做一个打拼 帮你在今年把失去的加倍要回来 就从那么这个地方开始 好新加尼桃魅力迎新春 开运红包惊喜五八八我发发 让你年前赚红包 年后赚大的 也许买车 也许买房 或者更远大的计划 都没有关系 但是务必记住 这个地方的话 红包股一的这档股票 今天怎么样 不管你要不要 我们就是要涨 不管你喜不喜欢 有没有怀疑 我们就是要涨 我们就是要 迈向一个倍数获利的这个空间 就是这档股票 好那么在今天依然拉了3% 那从低档拉上来已经拉一层了 国际它要上涨到元宵节 有这个机会 那当然要恭喜一下 是不是 那当然涨了还不是很多 代表你还有机会 那这档股票的属性 好红包股一的股票 产业在低档即将爆发 法人偷偷的进货 散户反而在出啊 所以最快的时间即将拉两成 年前先帮你赚红包 那三个月的时间有机会赚一倍 但是记住哦 只剩下最后五个名额 因为今天你要结案啦 今天礼拜三早上8点半 让你看到这个节目 赶快做一个把握 因为最后布局 已经即将要怎么样 大大的希望哦 好我想在这个地方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那么第一段的这个节目 我们就先进行到这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好看哦 晶片护照有多重防伪设计 安全又便捷 第一次申办护照 一定要本人亲自申请 还可以网路预约申办哦 如果护照遗失了 快到附近警察分局报案 出国前 记得检查护照效期 要超过六个月哦 晶片护照安全又便捷 外交部祝您旅途愉快 详细内容请上网搜寻 陈东斗固七年银新春 红包大放送 五万八千八 五万八千八 立刻报答参与专线 零二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五八六八 陈东斗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带出 陈东斗固 拥有股票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习市场 稳健获利 不往不利 陈东斗固值得托付 赢了二七五二 五八六八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台股有没有机会再拉千点呢 我想这个没有人敢跟你讲 就像在民国101年的10月份 我办了好几场这个北中南的巡回演讲 我当时说五年最后一次翻本 那这个行情会维持五年到七年的这个 有这个可能 那如今四年过去的 当时的指数是在七千点 那目前的这个看法上 其实呢到底有没有千点行情 那我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会有惊人之鱼 那我想其实从两个观点 第一个是从景气面 经济面的一个观点 第二个呢 我们从技术面来看 目前的位阶 它到底是不是处在一个高点 还是低点 还是中位的一个位阶 这个才是重点 好景气有没有成长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那包括在这个政府单位的一个看法 包括外资的一个看法 包括国内法人的看法 通通都认为这个经济景气呢 是有相当大的一个成长空间的 都比去年大幅度的做一个成长 所以呢 严格上说起来 其实今年上半年 晏隆认为是一个金气的行情 是有这个景气行情 那景气行情到底这个指数反映过了没有 那如果反映过了 那我们就不要做多啊 那如果没有反映过 那代表还有千点的机会 那我们就要全力做多啊 那到底有没有反映过呢 好你看到这是101年 我提醒一个位阶 当时拉了快3000点 那这个整个KD值的位置的话 那目前在哪里 在这里 那这个位阶在过去等同相对的位置在哪里 那在这里啊 那在这里的位置拉多少 拉1400多点 那等同99年这个地方的位阶拉多少 拉1300点 那所以如果他现在是在这个位置要下来 有多少证据就说多少话嘛 那当然你说老师你保证的哦 你保证我把它买下去哦 但是我不能给你保证 碍于法规我不能够保证 但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是有这个几率 那我们留在历史去验证 那你敢赚的你跟着我 那当然重点是 你必须关心的除了中线之外 短线 短线怎么看 短线代表今天明天的走势 后天一个礼拜的走势 这才是重点 这才是很辛苦哦 张晏隆老师怎么说的 我说主力成本线 好我们这个地方必须拉近来看 这个地方你看主力成本线 这是昨天 我说跟前面这个位阶一样 跟前面这个位阶一样 那我们镜头拉远来看 那这个位阶对到了 我说隔天可能就是收红 就隔天有没有收红 这里也一样是不是 这个地方我的指挥棒指的位置对上去 也一样啊 我说隔天可能是红盘 隔天也是真的是这样子 我在礼拜二早上八点半 跟你讲的节目是这样 结果礼拜二的收盘是这样子 那你说谁比较准 是不是 12月22号 在这个地方对称之声 跟你讲买点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 又再度提醒会员做买进 那礼拜二早上 又跟你讲说这个地方 有可能在礼拜二 有可能他会收红 那到底有没有收红 那谁最准 我相信你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叶隆老师没有错 在这里的话 拉回我还要再买 我还要再买 而且我要带我的会员拼一年 因为这个地方机会非常的大 那用什么来拼呢 好包括像这些族群 用这些族群来帮你拼 包括你看到了工业电脑 你看到了 是不是 那甚至包括可乘 瓶盖股你也看到了 对不对 那这当中会陆陆续续发酵 轮流做 买进去之后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当然投资策略的部分 如果你空手的持股少的人 利用拉回抢红包 那因为这波我又看对了 所以你该听谁 如果你放空的 你需要帮忙的 你一直在这个地方 盼望股票拉回来的 那代表说真的 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客观 判断一个标准 那你必须要找一个 备位操盘人 找一个第三者来帮你看 好 让我来协助你 空单利用拉回做回补 拉高再空 或者跟着做多 我相信 也许机会会比较好 也不一定 那所以其实这个地方 新年度的一个新计划 这是彦荣老师 那么心里的一个期待 也希望可以帮助更多 有缘有福气的观众朋友 所以我厘清了 我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希望每个月 能够帮会员朋友 至少能够有 像这样一个数字的获利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 有时候会比较多一点 有时候也许比较少一点 大行情大利润 小行情小利润 用你买的最多 报的安心的方式来引导你 那当然重点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目前第一档股票 其实在这个地方 陆陆续续在发酵 尤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买进去之后 就像这样子 常常急拉 就像逸风一样 是不是 就是这个模式 A指标的倍数获利模式 像可乘也是一样 你在股市捐钱捐太多了 这个模式才会比较快 常常三天五天 就有这种性质 你就有这样一个喜悦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来跟着我们拼看看 真的不会让你失望 真的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是 你很想翻身的 对这一档股票开始 但是真不好意思 今天开始要结案了 就是这档股票 叫做红包一 红包一这档持股 红包一最后我们要结案了 那当然还没有什么涨 只有拉一层左右 它要涨到元宵节 那这个是你最好的机会 把握 今天礼拜三早上 尽快把手续办好 盘中就要动作 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是实现梦想 要复制这种成功经验 第一档买进少则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你是大老板 你有资金嘛 闲钱嘛 三个月就赚钱 钱滚钱 这样子不是更快吗 不是更快吗 那你是上班族 当然上班族 我们不可以等于月光族 说真的 只要有一个愿望 只要跟对人 说真的 过年红包 你有资金吗 是不是 上班族 股票族 你暂时下缸也没有关系 一家大小的红包 说实在 你是人家的阿公阿嬷 你是人家的叔叔姑姑的 你是外公外婆 你是舅舅阿姨的 过年不用一个红包 这个红包 不用大包的面子 一年才一次而已 是不是 透过这个模式 不就皆大欢喜吗 是不是 包括这个 一例一休 老板不让你加班 薪水不涨 物价飞涨 股市当中自己加薪 不用再过苦日子 但是重点是 必须要怎么样 要跟对人 跟对人 透过这个模式 最低档买进 以最快的速度 少折五成 多折一倍到两倍以上 用这个模式 它会比较快一点 那当然重点是 这个目标的话 大行情 大利润 小行情 小利润 用买的最多 抱的最安心的方式 来引导你 全国的投资朋友 你有计划吗 你有梦想吗 你是否希望 能够快一点完成 如果这是你的愿望 那燕隆老师 尽最大力量来协助你 那就从这个地方开始 好 新加尼陶 魅力迎新春 开运红包 惊喜 五发发 我发发 让你今年一路发 年前赚红包 年后呢 帮你赚大的 要在这个地方 买车买房 都没有关系 我们一起打拼 那么当然这档股票呢 即将要结案了 它即将涨到元宵节之后 那么今天礼拜三 早上你看到节目 盘中 是最后的一个布局 务必做一个把握 今天即将做一个最后的布局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 今天节目呢 就进行到这儿 也预祝操作顺利 谢谢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